将尸浪,经过咱们的努力,我已经成功地将臭气炸弹布置在了城镇中心之中,我需要你去用臭气炸弹,轰开城镇中心中的头目大门,然后我们就可以彻底攻占这个城镇了。 这又啥难的,看我出动,宇航员将尸! 宇航员将尸身穿橘色宇航服,脚踩飞行系,那是霸气十足啊! 它在移动的时候非常迅速,甚至还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空中飞行。 右手边的宇宙科技枪,威力巨大,射程极远。 一技能是重力暴击,瞬间飞向高空,然后利用下降能力震碎敌人。 二技能是太空战大膨胀,直接变形战斗形态,这种形态下防御大增,并且机头可以发射出恐怖的激光。 这个威力真的是谁见了谁害怕,就是移动速度可能会变慢。 最后一个三技能,大爆炸光束。 在短时间的充电之后,发射出破坏性极强的激光射击。 点对点,非常的准确和有效。 走,现在就出发,完成今天的任务去。 这就是抽取炸弹的发射器了吧,没想到外观有点朴实乌华呀。 让我开一炮,开炮。 就这,这么大东京,就打死了一只植物。 那我这几天,干嘛要费心心思做这玩意儿,真的是费力不讨好啊。 不过,抽取炸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杀死军类。 你们看,我周围全是军类,有毒蘑菇。 这些蘑菇对我们僵尸会造成非常大的损伤。 一旦中招,就像我这样,整个人都神志不清了。 而且常规的武器,没有办法对它们造成效果。 只能用抽取炸弹,开炮。 搞定。 现在,我将带头出风,进入植物阵营的内部。 这里面的小路还挺漂亮的。 就是有点感觉不对劲。 走了一会儿了,一只植物都没看到,真的不对劲。 并且,这个花园好多浓雾。 眼前的这个,应该就是蘑菇的源头了吧。 只要破坏了它们,这些蘑菇都会消失。 我需要再捡一些垃圾。 放在这边的发射器里,填充破一架弹。 好了,发射器开始蓄力。 然后把垃圾打到这些包子上面。 nice,成功了。 哇哦! 屋更大了。 我去,这儿傻。 来了个,大家伙。 我的天呐,是植物王国的头目。 超级巨型毒蘑菇,急并茂。 它挥手之间,就可以放出蘑菇刀片。 还可以震碎地面,发出紫色的毒火。 真的是太强大,太可怕了。 不过,我也不怕你。 我有我的科技枪。 科技枪扫射。 我可以利用这些障碍,来阻挡大蘑菇的攻击。 然后卡住死角,来射它。 哦! 就像现在。 哦,对了。 它还是个忍者,可以进行瞬间移动。 所以我要时刻保持警惕,以免被它偷袭。 拉开距离。 启动战斗形态。 发射。 哎,人呢? 我去,在这儿呢? 我射,我射,射。 边打边退,趁机找个障碍物。 这位置卡得好,趁机攻击它。 不好,它要干嘛? 我怎么感觉这么晕? 完蛋了,进入它的模糊幻境了。 我需要清醒到它身上的孢子,才能从幻境中清醒过来。 你们看它的眼睛,能发射出跟远光灯一样的光线。 只要被照射到,身上就会着火。 这也太不像科学了吧。 啊,又着火了。 我得赶紧去拿点垃圾填充出这条弹,破坏它的幻境。 你不要过来啊。 开始填充。 发射。 打中了。 还有两只小蘑菇。 你打不过我就摇人是吧? 是我,泰山压顶。 啊,没血了没血了,快跑快跑。 嘿嘿,逮到机会,就是一顿扫射。 打不到我,打不到我。 它这要干嘛? 不管了,先揍它。 瞬间一动了,赶紧转移。 下面的这些小蘑菇,是它刚才召唤的吗? 还会爆炸。 不好,它居然会用传输中的招数,磨过陨石雨。 这个对手真的是太强了吧? Oh no! 又来了,千万别别的打爆。 等一下,全是这玩意儿。 好痛啊,果然是恐怖无私。 我给你拼了,无论有多少陨石,无论你放什么技能,我都不躲。 加强火力,今天咱们就拼谁命大,不是你死,就是我亡。 呀! 拿下了,终于拿下了。 我打败了疾病猫,成功完成任务。 我现在是城市中心最强的僵尸了。 恭喜你,僵尸浪,你打败了植物阵营的头目。 现在城镇已经完全属于我们僵尸了。 哈哈哈哈,那太好了。 好了,小伙伴们,打败这个超级大boss,对浪哥来说只是个起点。 以后浪哥会挑战更强更多的对手。 那么,咱们下期再见吧,拜拜。